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今天是10月29日星期二 HKG 部今天推介跟大家讲一下 美国在大选前夕再出战招 宣布限制对华投资晶片、量子技术和AI 范围涵盖港澳地区 美国民主党为了胜选可以去到几准? 美国政府在大选前直宣布 将禁止和限制美国对中国投资晶片技术 量子技术和人工智能技术等三大领域 相关措施将于明年的1月2日生效 并由美国财政部新成立的 全球交易办公室负责监管 美国财政部说 新的投资限制规定 是为了落实总统拜登去年8月签署的行政命令 禁止美国个人和企业 向受关注的国家在三大领域的敏感投资 以防止相关国家成功开发敏感的技术和产品 受限制的国家和地区 包括中国、香港和澳门 美国财政部认为 相关技术是下一代军事、监控、情报 和网络安全应用的核心 必须确保美国的投资 不会用于开发相关的先进技术 从而推动中国军事现代化 新规定除了禁止美国个人和企业 向中国投资对美国 构成国家安全威胁的技术和产业之外 就连可能威胁美国国家安全的交易 都要向全球交易办公室通报 为这将被罚款最高36万美元 或者相关交易额的两倍 以较高的金额为准 适逢美国大选前一个星期 拜登政府突然出招限制对华投资 如果说这只是一个巧合 与民主党选情无关 估计说出来都没人相信 这个分明就是民主党选前的最后一搏 希望借打中国牌刺激选情 从而将贺锦丽推上总统的宝座 民主党试图透过对中国的制裁 来吸引选民支持贺锦丽 但这种策略随时息得其反 引火烧身 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林健 在10月29日的例行记者会上说 中方已经向美方提出交涉 并将采取一切必要的措施 来坚定维护自身的合法权益 想想都知道 如果中国采取强硬的反制措施 可能会对依赖中国市场的美国企业 造成直接的经济影响 这种经济压力很快可能转化为政治压力 从而影响公众对拜登政府的支持度 在选举中对民主党造成不利的影响 今天的中国 早就不是百多年前任人宰割的旧中国 任何风吹草动都可能对美国造成深远的影响 美国不要以为出战招就能压制中国科技的发展 就可以像各韭菜一样收割中国的利益 美国政客发的梦是时候醒了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